广电总局发布了一项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其中第三条要求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电视剧投入分配机制 规范购播和宣传行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并提出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溢价标准 消息已出引发议论不断 支持演员片出虚高太夸张 国家有必要诊断一下影视行业乱象了 制作成本可能都投入在演员身上 而造成其他部分的一些成本达不到标准 就是因为有市场人家才会这样拍 要是没有市场的话 人家没有利润可取的话 人家肯定不拍 近几年中国的电视剧市场迎来了繁荣期 与此同时不少行业异象也随之出现 其中过度以演员为中心的电视剧制作模式 成为众人诟病的焦点 邀请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参与演出 似乎成为电视剧制作团队的头等大事 而这一现象的背后 电视剧的购买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播出机构他们在购买电视剧的时候 通常就是根据什么来一家的 应该说他有一综合评判 编导演他都会有一个评估 但核心的一个评估 他也是看演员阵容 购片的时候他经常有指定演员 或者说有一个大概范围 这个导致有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演员 把他被各个自片方追捧 那就不惜高价请他们 自片方又要考虑到自己的利润 如此看来 播出平台对演员市场价值的过度追逐 导致了制作方 在电视剧成本投入上的不平衡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演员群体 极度畸形的高片酬现象 部委这次联合发出相应通知 矛头直指向影星的高片酬 就是要对高片酬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和遏制 在西方一些影视剧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像美国影星的片酬 大概就在30%左右 中国的明星片酬全球罕见 有的甚至已经高达影视剧制作成本的70% 这样的情况不仅让电视剧的品质难以得到保证 而且会给整个电视剧市场带来不良的影响 不少业内人士也曾对这种现象吊示过担忧 香港的很多老板他们就是夸大了明星的作用 他们真干得出来把八块钱给明星 两块钱给制作 所以导致的最后就是一下子夸下来了 策划方 投资方 拍摄方 还有就是收片 就是发行方和收片方 你如果说大家一致地认可这件事情 那他拿两个亿 三个亿都没有办法 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 演员或许是吸引他们关注到一部电视剧的最初因素 但是支持他们继续观看 并且拍手称赞的依旧是优秀的内容和品质 而这也正是现在的影视行业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剧情比较重要吧 一部优质电视剧本 那起码它这剧本啊 导演啊 这方面起的因素更大一些 随着这个通知的发出 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一个信号 未来明星你的腕大小 并不是决定这部影视作品是不是好的一个唯一因素 而更多的要以品质的评价作为核心 感谢观看